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菩萨的佛光普照 你才能拥抱你自己的心灵的纯洁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这次不管是谁只要到了这个会场 还有我们分会场的 还有前面给师父献花的 我全部都给你们加持过了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好好学佛 师父经常会给你们加持的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努力 因为学佛在于坚持 一个人的成长在于坚持 一个人的成功也是在于坚持 做好事做一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善事 做好事 让自己的心永远跟菩萨在一起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消灾解难 平平安安 台长非常的挂念你们 所以台长不管马上要过新年了 一定要过来看望你们 所以希望你们也要好好地听台长的话 坚持念经 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好好地对别人 所以学菩萨做好人做善事 从我做起要坚持努力 能够忘掉自己脑子里都是众生 那你就是成为一个人间的 无我的一个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经常到梦中来给大家加持的 所以很多人做梦都能够梦到台长 也能够做梦梦到观世心菩萨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修 我告诉你们 你们亲眼都看见了 这全是真的事情 不是假的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不要等到自己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了 发生在自己先生身上了 你才感受到这是痛苦 从别人身上能够接受教训的人 这个人已经是半个菩萨了 要征修实修 马来西亚也是师父弘法的 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 师父也是挂爱你们很多 很多的佛友天天在念经 天天在做好事 天天在为众生想着 为众生在努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境界提高 想一想我们的未来 因为我们的未来是能够超脱人间的烦恼 所以现在不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都会过去都会忘记 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再去挂念和挂爱 自己的悲伤的过去 和你过去曾经有过的荣耀 因为把握住今天 你才会拥有更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了 师父在这里 祝大家2019年 新年愉快 弘法顺利 学佛尽静 师父很爱你们 记住了 那一天 医生说治不好你们的病 叫你们的家属把你抬回家的时候 你们就想到了 还有这么一个师父 能够救你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